今天节目即将开始了 别忘了留言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日韩都会在理财最前线 跟大家互动哦 爱你哦 欢迎收看 看理财最前线 传统的LCD电视 但现在那一块的面板 显示技术变更多了 包括了像miniLED microLED 还有OLED呢 这么多新的显示技术 到底未来谁的商机大 未来谁会震上风 那我们消费者呢 电视显示原理差异这么大 如果我们要换新的一台电视 选空电视 你应该要注意 哪些的面相就在今天 邀请到了云大头户专业经理 陈梅芬 跟大家说清楚 梅芬你好 大家好 好看到了梅芬 我就想到了面板 今天梅芬要带大家来关心 电视面板 这么多的面板 显示技术大大不相同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 最近如果你有细看盘面上的变化 外资法人买了很多的面板骨 听说面板哦 你看到那种电视面板 各大尺寸的面板都回到现金成本价 可以让面板厂赚钱了 但不懂怎么叫做现金成本价 解释一下 现金成本的话就是这些面板厂现在卖出去的面板都有现金流回收 那只是说我们在财报上看到的这个财报的数字 可能还是亏损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折旧贪提的关系 那当然回到现金成本有个好处就是 面板厂至少收回了这个现金在手上呢 对后续的影运来讲的话就比较不担忧 换句话说有了现金流资金灵活运用了吗 是 好感谢 所以呢梅芬来请上来 刚刚梅芬先把最新的新闻跟大家做一下陈述之后 接下来赶紧来看今天带来的丰富的重点 也就是呢电视用传统的LCD为主本来是这样啦 可是越来越多像OLED电视 miniLED的电视机等等 渗透率哦不高啊 是渗透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高 像OLED的话渗透率其实目前也只有3% 可是从2015年到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卖场都非常积极的去展示OLED 对那为什么渗透率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价格还是比较偏高的 哦还是偏贵 所以来看一下啦 以前的电视用传统LCD就是易经显示为主 占比九成来说明 其实从2015年开始呢就有OLED电视开始在市面上推广 但是我们看到以全球电视的出货量totally 就是包含所有的技术来看的话呢 全球电视出货量大约每年就是2亿台上下 随着景气的变化 那如果呢像2022年2021年景气比较不好 那就低于2亿台 像去年只有1.97亿台 那这个是霸撞的这个这个是台数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曲线的部分是成长率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去年 它的一个成长率的话也是只有-5% 没有特别的好 所以其实两亿台虽然看起来比手机的十几亿台少 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台数 它的total总面积是不会比手机少的 所以面板厂还会特别关注电视面板的价格 不一定会那么focus在手机面板的价格 确实你看一台电视 手机的那个面板多小块 在电视使用的面板面积是比较大到 这才是重点 不是在乎那个台数跟手机做对比 那这一张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在讲OLED OLED从2015年开始就在市面上销售电视的产品 那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它的渗透率我们看一下 以这个这个深色深蓝色线渗透率来看的话 其实也只有3个percent左右 3.2percent 全世界的一个台数呢也只有634万台 从这个柱状图来看所以呢它的渗透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高 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它价格贵 那再来它有它的缺点所以呢电视的制造厂它必须为了克服它的缺点 投入的成本就会更高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mini LED全名叫做微型有机发光二极体 看起来都有LED这三个字 但事实上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OLED的部分的话它是一个有机的材质制发光 那这个mini LED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常定义的是它前面还是LCD 只是后面的背光从原本的一个柱状的LED的灯条改成mini LED 比较小size的LED做成整片贴满的光板 然后呢这个光板它是可以分区调光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一个mini LED背光电视 它的这个画质是可以趋近OLED 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 所以这张表格呈现出第一个重点 没错现在呢有OLED电视有mini LED的电视 但你看渗透率都很低 所谓的渗透率就是100台当中 可能就只有三台到四台是用OLED的或mini LED的嘛 所以赶快来看一下第二张来看 OLED、mini LED、microLED还有LCD 显示原理大不同 刚刚梅芬有讲最原始端就是LCD一经显示对不对 对 所以梅芬先来看这一个LCD 告诉大家什么原理才慢慢的演进到这么多的显示技术 其实LCD发展的历史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液晶 它就是用液晶来去做显示 所以这个显示画面是用液晶来显示 对那这边要加彩色绿光片跟偏光片 偏光片上下都有就是因为液晶它的转向会变化 那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光走到正确的方向 我们必须上下都有偏光片 所以这个偏光片也是让光走对方向 对 那你刚刚说要有一个背光源要有一个光源照进来是 是 但是因为它自己本身是不会发光的 所以我们要看得到它的影像的话 必须要有背光模组就是在光源的这个部分 那传统的背光模组一般来讲都是一条到两条的灯条 再加上导光板 那你这样原理做出来的一个背光模组 现在到目前为止 Course已经成本已经很低了 因为它的历史已经很久了 而且这个东西做到已经很成熟 就是即使是大尺寸很难做的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就是传统LCD的一个特色 那当然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缺点 因为背光模组它毕竟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厚度 所以呢相较于其他产品它的厚度可能不是不是最薄的 但是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 因为它成本比较低 所以LCD电视就比较便宜 但是稍微重一点对不对 对 跟大家提醒LCD不会自己发光 所以需要有背光模组 要有光源这样照进来 可是光源照进来照过来可能会偏啊 会偏这边偏左边 没关系用偏光片把光走对方向 然后经过了电晶体 接着呢就显示给大家看 显示画面是透过液晶的面板 这样子 然后这个彩色绿光片 接着再到偏光片 让光走对位置 这就是您的眼睛看到的地方是这样吧 是的 好LCD知道之后 然后这个就是LCD 你刚刚讲的那个光源是吧 对 这就是背光模组 上面是液晶面板 然后背光模组这个部分 就从侧边看过去 这个就是一整条的灯条 就这边 这样是一条的灯条 对 这是一整条的灯条 这一条灯条 就我们的灯管这样子 对 早期是用灯管 那后来现在都已经是用LED 去做成灯条 等于是取代早期的灯管 OK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导光板 那导光板它会把这个灯条 很均匀的光 平均分布在整个液晶面板这里 那所以这个本身导光板就是需要一些 一些技术设计的技术能力 那当然这个背光源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白光背光 那白光的LED是用蓝光加银粉 所以我们才会说 看久了会有蓝光的伤害 原因是在这里 是这样 OK OK 好 那这个是LCD的原来的背光源 这样子的导光原理 那另外这个miniLED 您刚刚说它基础架构也是在LCD有点类似 对 miniLED它 它还是需要背光 对 它还是需要光源 因为miniLED它只是用 miniLED size的铺平的光源 去取代一条的传统灯条 那它铺平之后 就会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一个光板的一个状态 它就不需要导光板了 因为它已经是一整片 而且呢 一般我们定义的miniLED背光 它是分区调光的 可以分500区 1000区 我甚至有看过2000区的 像这个水果公司的产品 它就是2000区 那分区调光的话 它整个画质 就会跟OLA是趋近的 可是它的价格 应该只有OLA的一半 就比较清明一些 OK OK 所以分区调光的优势是在 是在明暗的对比 会更鲜明 例如说照月光的时候 那月光会更亮 那旁边黑的部分 会更黑 我懂了 像我们这样穿黑色的 就黑的更黑 对 白的更白 不会那种铺铺一种感觉 对 好 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也就是呢 LCD的背光源 跟miniLED的背光源 差在哪 LCD刚刚没分有说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光条 以前是这样子两个光条 这是LCD 可是呢 miniLED不是 它变成走平面了 就是只有两个光条 而是走成这样 这个是侧面 如果您正面看 它就是这样一个板子 然后呢 这么多这么多 是用一个整个平面 当做光源往前照 是这样吧 是的 是的 所以miniLED 其实成本慢慢也降低一些 对 好 那把它清掉 所以miniLED的电视 现在贵吗 应该你刚刚说 还是偏贵吧 它的价格 大约是传统电视的五倍 但是是OLED的二分之一 大概只有一半 那 所以它最贵就对 对 自发光的最贵 是是是是 以OLED这个的话 它就是有基层 它是自己发光 又显示颜色 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话 就没有背光的一个 状况出现 就会让它比较偏薄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 它会有这个烙印跟残影 还有光摔的问题 烙印残影就是 你可能到了下一个画面 你还会看到前一个画面 残留在上面 那如果是动态的电视 它其实问题可能比较不大 但是如果是一个静态很久的 的画面 例如说我们做一些文书工作 如果它到下一个画面就有问题 我懂了啦 之前如果看过 烙印姐节目的 您一定知道 如果你固定 锁定在一个频道 每天都看那个节目 两三个钟头 或十个钟头左右 那么因为那个频道 你常看 所以它的logo在这 你电视关掉 那个logo的残影 还是会在这 对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那种电视就是OLED电视 那除了这三种 你还带了一个micro类似 对 microLED 其实现在市面上 其实很难看到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昂贵 它有一个优点 是它可以推出100寸的电视 一般LCD跟OLED的话 大概80寸到90寸就紧绷了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 那它其实也是自发光 只是说它的LED 它用的LED是 红绿蓝三原色在每一个点位 那每一个点位 都只有一个半导体的大小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的话 可以就用拼借的方式做到很大 那只是说一般来讲 现在市面上卖的价格 大概都是两三百万一台 所以是比较难 会在大卖场 会去铺货的产品 刚刚的梅番子力约略带过一些 这个它的优缺点 我们就往下走更清楚了 比哪些优缺点呢 亮度 发光原理 LED的科数 优点跟缺点 传统的液晶显示 LCD 还有自己发光 我打圈圈的会自己发光的 OLED Mic OLED 会自己发光哦 不要轻 这个是会自己发光 miniLED跟LCD不会来比 那我们看亮度来看 传统的话 250到350Nits 我们一般看的平板电脑 也差不多这个 所以Nits是什么单位啊 Nits就是它亮度的单位 亮度单位 对 那我们从这边往这里比 我们可以发现 OLED其实可以更亮 那miniLED 有用它的这个分区调光 背光的方式 会到1000Nits 比这个250Nits 亮更多 也就是说户外 如果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是比较不会被影响 那MicroLED更没有问题 如果开车阳光很大 那它可以4000到5000Nits 所以有一些人 会认为说MicroLED未来发展 有可能会拿来用做 AR VR的原因在这里 当然如果说你要发 比较不那么亮的光的话 它会更省电 它的一个电量可能只有 LCD的十分之一左右 OK 请往左下方看 光的单位就是这个 尼特有没有 Nits 把它记住哦 光的单位数字越大 越能够抵抗那个太阳光的强光 是 OK OK 发光原理 发光原理的话 传统LCD刚刚讲过 它是用灯条 那加上打光板 灯条 那OLED的话是自发光 Mini LED的话 它是 也是LED 但是它是直下式发光 而且是分区调光 它的背光源就是一片的 然后分区调光 那MicroLED的话 它是自发光 所以它一样可以去 去显示更漂亮 更有画质更好的一个色彩 您刚才讲自发光 其实它的解析度 跟清晰度都更高吗 是的 好 那颗数呢 LED的颗数 那传统LCD的话 40到100颗就可以 因为它只需要灯条 可是OLED OLED自发光不需要 那Mini LED的话呢 大概要1万颗 因为它必须要铺满 那如果是MicroLED的话 要好几百万颗 对 因为这是走直线的灯条 这是走平面的 一整片 对 这个背光源 背光源走平面 背光源走一整一条的 这个用量LED当然更多吧 对 那1万颗 优点呢 优点的话 传统LCD历史悠久 所以成本最低 那OLED的话呢 因为它历史没有那么久 但是它有一些特色 例如说色彩鲜明 而且它可以做弯的形状 例如说在车子上 或其他地方使用 那它也可以透明显示 所以它是可以做可饶式的 它可以做成弯曲 因为它不是有导光板 所以它可以用弯的形状来做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卖场有那种 弯曲的 就是那个曲面的电视 是 那就是这个OLED的电视 也有可能是miniLED的 两种都有可能 所以miniLED也可以弯曲 对 因为它就是用 背光用LED去做光板的排列 因为它走平面 对 所以那个平面 如果背光源是走弯曲的 电视做出来就是弯曲的 对 懂了懂了 对 所以它也是可以弯曲色彩鲜明 那成本比比OLED便宜 那microLED的话 它也可以透明 也可以弯曲 但是尺寸极大 是它最大的特色 但是它就是 太贵 对 它就是贵 那传统LCD它厚重嘛 那OLED的话它可以轻薄 但是它有光摔 光摔是刚刚没有讲到的一个问题 烙印我们刚刚有讲到 光摔的话就是如果说 放久了 它有的时候颜色会变得怪怪的 如果 因为现在手机用OLED 已经蛮普遍 有一些比较小品牌的手机 确实会用久了 它的颜色会变得有点偏 怪怪的颜色 蓝蓝的颜色 或是什么颜色 蓝不是很蓝 蓝不是很黄 类似这种 对 因为它三颜色 其中有两颜色 因为它有机 它已经衰落 那另外还有颜色还在 那microLED的话 它就是比较 比这个OLED厚重一点 因为背光源是手整片啦 对 比比OLED厚重一点 但还有它的优点在 那micro就是贵啦 不然其实最好的一定是microLED 好 那没分啦 最后要个答案 如果我们就抓65寸电视来看 65寸电视 这个先不要 因为这都100寸嘛 65寸电视 各自价格差不多 那你说ULED是多少 LCD大概是多少钱 可能1万 1万 对 这有够小的啦 那这个呢 这个可能10万 哈 65寸这个就要10万喔 那miniLED应该比较多 可能是5万 这边5万 那这个有做65寸的吗 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100寸 90几寸以上 它就一定要做很大就对了 它也可以做一般的 可是它做一般的 就在价格上 或者是特色上 美猴 就没有特别的竞争力 OK 如果它是100寸的话 这是65寸喔 它100寸的话 200到300万 我故意写这个价格给您看 所以呢 如果人家说 啊 去玩电视啦 电视现在都稍稍了啦 一万块都买有啦 一万块都买得到 您买的就是这种 最传统的 是 稍微重了一点点 是 好 但第二个问题 简答就好 以您的演判 未来商机要很大的 到底是哪两种 全世界商机要很大 全世界商机要很大 我认为传统的LCD 它仍然有它存在的空间 真的喔 對啊 因为有一些地方 它对于厚度 或者是 有没有很重 没有太大的压力 不重要 便宜最重要 对 就是可以常常换机啊 對啊 其实也不错 第二个呢 第二个 我觉得Mini OED是很有竞争力 而且市面上 蛮多品牌 厂商已经有推出来 这个产品 如果这样看 性价比比较高的 应该是它對不對 性价比啦 對 好 美芬非常谢谢您 請回座 謝謝 今天呢 终于看懂得学会了 说实在的 面板 电视买回来 出来在看 你怎么知道 你的电视面板 到底是哪一种技术 今天没分说得好清楚 所以我们开始归纳重点了 电视 为什么大家都要求它的市场 因为全世界的电视总销量 几乎饱和了 可是电视会坏 电视会破 因此呢 提醒您 全世界的电视出货量 大概就是 2亿台左右 你不要觉得 2亿台好少 你看手机都11到13亿台 不对 把你手机拿过来 放到电视的旁边 哎 这块的大电视面板的用量 跟电视 手机的那个面板用量 可是差很大的 所以呢 不是这样比 要比的是 只要收到了面板 比的就是面积了 当然呢 OLED 很重要 它会自己发光 用OLED做出来的电视卖 价格就会比较贵 难怪现在的渗透率 没有办法拉高 除非价格能够降低 那也得要规模 它不会自己发光嘛 所以有个光源 这光源都是白光 可是呢 光源 透过了这些的液晶等等 你要让它光源走对位置 靠的就是偏光板 所以呢 下面一个偏光板 上面一个偏光板 就是让光这样走 不要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 给你眼睛看得到 所以清掉之后 像液晶 就是显示画面用 这个LCD的背光源 是透过了光条 有没有看到 这样一条 一两条的光条 所以用的LED的颗粒 比较少 但是呢 相较于miniLED 它也需要背光源 它也不会自己发光 它的背光源呢 本来像LCD是这样 一个两个光条 两条 可是呢 miniLED的背光源 它就是这样一整片 有没有看到 这样一整片 所以一整片 但就稍微重了一点点 不过呢 显示出来的亮度 解析度 就更清楚了 那其他原理 就跟LCD相同 只是呢 OLED 它要自己发光 它会自己发光 所以就不需要背光源了 你看 不需要背光源 自发光的在这 这一层 所以呢 红绿蓝 三原色自发光 可是 它会有色衰的问题 用久了 颜色 固定的logo 什么等等在这 你天天看瑞涵姐 瑞涵姐的脸 可能就浮在电视上了 就是这个意思 用久了 手机的颜色 又会变淡一些了 最贵的是在MicroLED 提醒您 MicroLED 也会自发光 它是用三原色的原理 所以它最贵 三原色 发光尺寸 可以放大 来看最后一栏 就是要告诉大家 最后一页 亮度 发光原理 LED的颗粒 还有包括优缺点 自发光 是OLED MicroLED 亮度最大的 是在MicroLED 价格最贵的 也是MicroLED 如果以100寸来看 它可是2到300万 65寸来看的话 它只要1万 它可能是5万 这个自发光 OLED 可能要10万 可是可以弯曲的 这后面三种 都是可以弯曲 克力等等 刚刚讲的很仔细 就不用再赘述了 我问了每一分 那如果未来的期待性 商机要大 这两种 这个 因为 反正电视看看 不喜欢了就换 便宜 LCD 还是辣不掉的 商机第二大的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mini LED 这两种 都不会自发光 以上的结论 每分正确吗 是的 没错 讲得正好 感谢每分今天带来精彩的内容 那么明天呢 明天 刚不说 电视会 玩曲吗 就像微笑一样 明天带您看 微笑曲线 微笑曲线 微笑曲线呢 透过了纪律加码 纪律的停力 让您轻松补足 怎么办 我的退休金还缺了一千万 去口 微笑曲线帮您补 我们在这里